在春假期间如果要走苏花改还可以参加抽福袋活动 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 2月7号到2月15号期间行经苏花改车辆 在离风时段只要事先向公路局登陆 会由车牌辨识系统比对车号获得抽奖资格 而在沿途的苏澳服务区还有台宁打卡派照上传也可以参加抽奖 春节期间如果要走苏花改还可以参加抽福袋活动 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 2月7号到2月15号期间行经苏花改车辆 只要事先向公路局登陆 将由车牌辨识系统比对车号获得抽奖资格 而在沿途的苏澳服务区还有台宁打卡派照上传也可以参加抽奖 春游苏花改都来抽福袋的活动 我们其实想要借由运输需求转移这种手段方式 鼓励用户人在离风时段来行使我们的苏花改 那我们的用户人只要在活动期间1月23号到2月15号 那在小型车的部分只要去登陆我们的一个离风时段 那我们在后端也会借由车牌辨识也是AVI来去做一个比对 当比对成功之后就可以获得这个抽奖资格 另外为了鼓励我们用户人多使用大众运具 我们另外也针对在这个春节年假期间 使用大众运具就搭乘我们大客车的用户人 都也可以参加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抽奖活动 另外依据警政署的一个统计资料 在这个我们的驾驶疲劳 都是在事故的这个造势因素的前三名 那我们这边也首度了跟我们的一个台拟的打卡园区 以及这个苏澳服务区这边来做合作 在这边当地设置了两块的一个打卡板 那我们的用户人或民众游客在这样子跟打卡板合照之后 同时都可以获得这样子的一个抽奖资格 那本次的这个我们的一个抽奖的奖项 有我们的无线的微型投影机和我们的一个立合拍和相片列印机等多项好礼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一个民众来踊跃来参加 即日起到2月15号 民众可以在公路局网站登陆自己车号 只要在2月7号到2月15号的指定时段行经苏花改 被车牌辨识系统比对车号就可以参加电脑抽奖 最大奖项有无线投影机还有拍立得相机等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戒旅会欢迎视报道 感谢观看